因為其實我們在看一些讀物的門診 我們在林口長庚 從林江教授開始 結果我們十幾二十年還都在看 可是在高長庚 就是南長庚的話 比較少這個門診 從7月12月份我們就整合了 在院長還有院方整合下 就是說我們就來這邊 每個禮拜五的下午 我們就開環境醫學的門診 然後這個環境醫學門診是好幾位醫師 跨科的就是一起看 比如每個禮拜五下午 都有不同的醫師在高雄長庚 然後我是第二個禮拜五下午 我們像說來這邊 我想在中毒病人的話 其實北部跟南部有時候分布不一樣 而且中毒的種類也不一樣 像我們在北部 我們看到很多有一些重金屬中毒 還有農藥中毒 可是在南長庚也可能不一樣 它中毒又不一樣 所以我想說開這個環境醫學門診 希望說就是說如果在南部有一些中毒的患者 就可以來看那個門診 就是說我們趕快來找出說是哪一種中毒來對症下腰 這樣對民眾會有幫助 跟職業醫學門診是不是有類似 對 因為它有差一點就是說 我們這個環境醫學門診就是說它不限於職業 像職業醫學門診它集中在說你是從事 就是可能污染的職業就要來給它看 可是我們這個環境醫學門診不一樣 它就不只那個行業 包括一般民眾 像有些民眾他想說 我們有可能吃到黑心食品 然後有人想說我吃到來路不明的 可能會有重金屬污染的一些草藥 或是說有些人講到什麼哪裡環境怪怪的 我住家環境是不是有污染 一般就是不限那個行業都可以來看 像我想說南部病人跟北部 那個就是我想局病都不一樣 我想說希望說這個門診可以提供給 就是南部民眾就是說更多的一些醫療的服務 那我們開診這一段時間有沒有 就真的有患者過來了 有 還不少 而且我注意到蠻多的就是說 我來看像上個月 上個月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南部 其實重金屬中毒的病人不少 不過當然說我只看那幾個而已 沒有做前面調查 不過蠻多的一些 像拱中毒 前中毒 其實都有 對 其實我想不一樣 我想說我們會持續來看 也會來收集資料來看 到底說這中毒種類 對南長根跟北長根差在哪裡 可是在這邊也許 你爸知道說應該要掛什麼科 所以說如果我們有一個環境醫學門診 就可以說如果懷中毒 就可以直接掛這一科來看 很多是出疹嗎 還是有在別個看過 對 就是都有 出疹還有其他 就是像在林口的話 有一些是出疹來給我看 然後有一些是先掛其他科 例如說有時候兒科也會掛病人來給我看 像在林口之前就說有些小朋友說過動兒 自閉症 注意力不集中 然後兒科醫師診斷出來抽血 看有些重金屬比較高 他就會掛來給我做治療 對 然後我們來這邊南長看診 我看了幾個頁就可以看到說都有了 然後有些是其他專科 他解怪怪的 他就可以掛怪給我們看了 我們剛剛做一些毒物相關檢驗 排除掉一些有毒的污染 這幾個月有比較印象深刻的案例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說 有人擔心吃什麼黑金食品 或者吃什麼東西 對 目前印象比較深刻就是說 重金屬污染的還不少 對對 還有一些 是怎樣跟環境有關嗎 對 因為其實重金屬污染 你說到底跟飲食還有環境 我們很難說 因為我們只能說在醫院 你沒辦法鑑定因果關係 就是說我們沒辦法知道說 到底是污染源在哪裡 可是就是看到有這種病人 那原因是多元化的 拱仲毒有說他有吃中藥嗎 拱仲毒 對 就是說有一些是有吃 就是說如果說是科學中藥 沒問題 就是擔心來入民的草藥 所以原因都是多元化的 我們還在做一些調查當中 常有發生說很有甲酒的事件 可是甲酒真正以政府他們在一些稽查的時候 他們就分兩方面 有一些甲酒是出現是商業上的 例如說因為我們都要紅酒的話 它表會要亮照 然後有一些假的紅酒 他說用一些添加物啊酒精這樣泡一泡 不過他當然說就表沒有醫學上的理律 可是他就是一個詐欺 可是我們真正要講的是 甲酒是甲醇 甲醇是甲油 那除了詐欺 他本身也會醫學上一些危害 所以我想說跟大家報告一下說 我們最近啊我們是 就是我記得是前年 我們團隊再整理一下長坑因的一些資料 那時候是整理2000到2013年 不過我們那時候有看到說 總共50位他是甲酒科 他是甲醇甲酒的患者 他是因為甲醇甲酒中毒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會想說 我們在國內的話 其實有關於那個 如果我們大家買酒 大家都到哪 到購賣局 到一些便利商店或賣場 因為我們在台灣 大概不可能買到甲醇甲酒 大概不可能啦 因為我們大概 那可是在有時候有一些補外 像我們在長坑因的 甲醇甲酒中毒的 大部分很多都是以前都是在補外啦 比如到一些東南亞到外面去 也有時候看到一些甲醇的甲 看到酒就買回來 買回來就喝到甲酒 所以這個會有生命危險的 那時候我們總共 我們統計了50位甲醇甲酒病人患者 我們有特別問他說 就是我們有特別問他說 你為什麼會喝到甲醇呢 對為什麼會喝到 其實這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他為什麼會喝到 我們就可以預防 所以來提醒民眾說 你這樣就不要喝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死亡率蠻高的 死亡率有高達四分之一 所以我想最大部分 那50位民眾遇到喝到甲醇 第一個就是說 喝到就是買到了 買到含有甲醇的酒精飲料 他也許出國 也看到酒他買回台灣 那結果就買到甲醇的甲酒 這是最多的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什麼 買到 有時候不小心喝到工業用的甲醇 什麼工業用 就是說 我這邊有一瓶 就說我們的統事他 就說像我們工業用的一些甲醇的話 他可以當溶劑 當清潔劑 還有當一些染料 不過他一定會寫很清楚 這個不能喝的啦 他是工業用的甲醇 對 那當然這種 工業上使用是OK 可是我們在 就是一定不能喝到 所以我們在場地 我們遇到 大部分都是不小心買到 一些假的甲酒喝到 然後還有就是工業用的 這個也是誤嚇啦 都誤嚇 然後還有一種 比較特別喜歡說 我們在場地 我們遇到過 有些民眾他對私量酒精很有興趣 有些民眾他想說他是一個個人 他想說給我一些什麼紅酒 什麼白酒 我自己來釀造 自己釀 他就不去買 他自己來釀造 他就釀造 有時候因為釀造有些技術的關係 那時候你不像工業用的 然後轉業也許有可能就喝到甲醇 然後還有一個 最近我們看到一個原因就是說 有些民眾他是因為務實農藥 不小心農藥中毒 因為我們農藥中毒 我們在治療就治療那個農藥 然後我們在一眼裡看到說 奇怪這次農藥中毒患者 他也有甲醇中毒 為什麼呢 因為在農藥裡面 有一些農藥 他就把甲醇當作有激農激 所以我覺得這個原因都是很 有時候都超乎我們意思的想像說 也是原來農藥裡面他有甲醇成分 不過最大最多還是一樣買到 含有甲醇的飲料 所以我們都會想說 像其實在台灣看病人很方便 就是說病人到什麼 喝到甲醇中毒 有時候送來飲宴 大家講說甲醇中毒 其實我們有解毒劑 然後不好的話也可以死腎 可是你看我們統計起來 他的死亡率還是高達四分之一 所以以醫學上來說 如果一個病可以造成死亡率四分之一 代表說其實是蠻嚴重的 是蠻嚴重的 所以我想說最好還是要注意 就是要喝到 我們下一招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甲醇 其實我們喝酒 喝酒就是乙醇 就是乙醇 然後比如說我們像新冠肺炎 我們在防疫的時候 我們乾洗手 我們就是用乙醇 75%乙醇 所以這樣酒精 大家這不是喝的 這樣我們喝酒是真正就是乙醇 那可是甲醇它不一樣 它是有毒的 甲醇又叫木精 它是工業用的酒精 所以一定不能喝 它有毒性 所以它是無色透明 它在工業上使用在什麼呢 抗凍劑 油漆 清潔劑 還有沙蟲劑也會 還有一些農藥都會 所以我們在工業上 這個就是工業上甲醇 下一張 對 這樣比較特別的 我先到下一張卡通圖 然後我再回頭來講這個 下面 對 像我們甲醇 像我們喝酒 真正的酒 我們就叫乙醇 對 像我們喝 我們的啤酒 大概乙醇的比例 濃度大概要5%左右 對 像紅白酒大概11% 12% 像我們的什麼高粱 濃度就比較高啊 像58度 58度 11的高粱 就58% 所以我們真正喝酒 真正的酒就是乙醇 像乙醇它怎麼代謝呢 它在肝臟經過我們的一些 一些酵素代謝變成乙醺 然後變成乙酸 這是真正的喝酒 對 那可我們的甲醇 甲醇它是什麼 它是甲醇 哇 那個甲醇是有毒性的喔 甲醇它會毒性呢 因為它肝臟喔 它經過代謝變成甲醺 然後最後它會變成甲醺 所以你看很多人啊 過去我們的一些新聞 現在報導說 你不小心喝到甲醇甲醺 因為它一些症狀比較明顯 大部分就是甲醇變成甲酸 症狀才會明顯 這個一般要18到24小時 所以要十幾個小時才出現 然後剛開始早期它還沒有變成甲酸 甲醇剛開始如果不小心一個人喝到甲醺 它會作用在我們的四神經啊 所以可能會視力模糊 對 所以可能 然後 我們要回到邪門那一節 好 所以甲醇的症狀就是說 你不小心喝甲醇 甲醇的話 進入人體的話 他經過大概十二到二四小時 潛伏期 要經過我們身體的肝臟代謝 才變成甲酸啊 可是早期的話 他喝到甲醇就是 就視力模糊 那是一些甲醇關係 所以說如果到最嚴重的話 你喝到很大量的甲醇 變成甲酸 可能會有呼吸衰竭 代謝性酸中毒啊 胰臟炎啊 頭蓄性衰竭 甚至會有生命的危險 那些都會 然後下一講 然後一般上我們在甲醇中毒 我們怎麼治療呢 其實我們治療 其實各個醫院都可以 都有一個很標準治療 如果說病人是剛開始才喝到 有一個小時之間就喝到 直到說自己喝到甲酒 因為趕快就來醫院我們會洗胃了 那可是如果說 有些病人一來的話 代謝性酸中的很嚴重 我們就給他用一些中碳酸 那有一些時候我們有解毒劑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喝到甲酒 真正解毒酒 就叫你喝酒 喝乙醇啊 所以說這是對的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病人會覺得想 我是甲酒中毒 為什麼醫生來 叫我喝高粱 又喝紹興呢 這是對的 對 因為要跟他競爭作用 解毒劑就乙醇 那最後如果真沒辦法 我們也會給一些葉酸 幫助他代謝 真正最後沒辦法 就給他做血 就洗腺 我們再下一張 就是這張 就是乙醉 不過這個解毒劑 不是每個醫院都有 那可是如果說真正 用來甲酒中毒症狀很嚴重 我們到最後就說 你給他喝紹興 給他喝高粱沒笑 我們就安排洗腺 洗腺的話 就可以把甲醇把它洗掉 對 就說真正 就是不要讓甲醇變成甲酸 是這樣的 對 我想這是我最後一張頭一片 就說 有時候我們現在想說 像其實我們在台灣要喝酒 因為我們其實社會的人 一千家 買酒很方便 公賣局 賣場很方便 就想說 為什麼我們會喝到甲酒呢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醫院還是有遇到 不過當然說 最多就是出國買到甲酒 然後有些是不小心喝到 就互喝了 然後有些是因為食量 然後有些是因為說喝到 也榮耀中毒 所以說 就嚴嚴還是多嚴化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隨便飲用來不明的酒 如果說 如果我們大民眾要喝酒 不要 喝酒要適量 就說 如果那個酒是 你也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因為你出國 也不要隨便買酒回家 就擔心買到甲醇 還有喝酒不能過量 然後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說 像這些病人註練之後 我們在照顧他的時候 也像喝到甲醇的甲酒 其實我們註練師都在問他說 問他說 你喝到甲酒 跟平時喝到酒 有沒有什麼感覺不一樣 所以那個病人就告訴我說 他說 那個就是不一樣 比如你喝醉酒的話 你有一些心快快樂的感覺 可是你喝到甲酒的話 你會怎麼樣呢 反而那感覺會不舒服 對 那甚至有些是勢力模糊 所以有很多人喔 很多我們那些住院病人 他跟我說 因為我們住院後 我們就有比較長一些時間 我們就會跟他好好談說 你怎麼知道喝到甲酒 大家說來一宴我抽血我就知道 可是怎麼知道喝到甲酒 他說 有些人就說 我勢力模糊 他就說 比如說我跟我的一些好朋友一起喝酒 一起大都坐很近啊 可是我想說他怎麼坐那麼近 我連他的眼睛鼻子好像都看不清楚 視力模糊了 對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 就是說 如果你喝到酒後 有一些感覺上怪怪異常 或是說出現視力模糊 就要注意就不要再喝了 然後趕快來一宴做檢查 我們抽血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趕快治療 所以我想我就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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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